成都荣城那边也出现了问题 他们才有可能挤回到大连赛区的前二 如果进不了前二 这赛季中甲联系的赛制 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 球队可就要搬家了 南京这边防线 现在已经被撕扯得比较开了 来 张成林换自己的左脚 在打小球 要起脚了吗 打了 感觉好像是 我们看 来的这么一脚 硬伤 脚腕 张成林说 我这从右到中间这横向的盘带 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10号位的球员 来了 张成林不调整 直接传 到了后点 这球 跑到这个线上就断下来了 改机会了 向前分 脚步很小 直接打 再补 这下 这次就是一次 由弓转手再转弓的时候 南京城市的防线有点乱了 放的有点大 是能直接绕的 这是不远角 这球 思路都是对的 甚至说这个转法让 主要是看 雷西宝利这一点 跑起来了 出速是很快 这手上张雷拉的 张雷不理 这个球 球放上来之后 看看这个是不是四名工厂平衡战 因为我们看到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张成的位置 他是压过我们的位置 很靠拳的 这是追求的应该是 王家杰 单刀了 没追身了 充足了 门家精进退球 进了 南京城市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下边的比赛开始四分钟 这个赛季 南京城市第四名进球的队员出现了 王家杰呀 这个向前造越位的过程中 举打边后卫和林浩打这个边峰是肯定不一样的 又转过身了 来 漂亮 过来真漂亮 再打 后点的人 又切过去了 这边陈锋舟 贝尔托过得很惨 这边传播 还有机会 这是给的什么 点球 这下给了点球 为什么会守球呢 应该是贝尔托 找 冯伯源就这一下 是倒地的这名队员吗 轻轻推了 骗过了门将 比分来到了一比 定位就直接破门了 对 点球应该是 这是第二个点球 孔正杰 孔正杰到现在这体能还这么不错 二点球 冯伯源自己来 太想发力了 一看没有更多向前的盘带代球的过程 主打发案张磊吹响了 前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双方是战成了一比一平